在日出而坐,日落而息的古代,夜晚是如何照明的呢? 在日出而坐,日落而息的古代,夜晚的来临就意味着黑暗的到来。 然而,当人类发现钻木取果的秘密后,夜晚就在不意味着黑暗,从此古人的照明时也开始了。 1968年,河北满上的西汉豆瓣木出土了一件猪雀灯灯,该灯筒高30厘米,盘近19厘米,举目望去,只见猪雀昂首翘尾,嘴弦灯盘,足踏盘龙,作展翅玉飞转。 双翅和尾部,雕刻有纤细的羽毛状纹,灯盘为环状凹槽,内分三格,每格各有之丁一格。 看到这件猪雀灯灯,人们首先为之折服的,就是它精美的造型,其次就是它所蕴含的深刻意义。 然而,究竟这盏灯是如何点燃的呢? 许多人认为,灯盘内有三个千形火柱,把蜡烛插在上面就行了。 其实,这种想法是错误的,这一点从另一盏铜灯中能够得到证明。 1968年,出土于河北满城西汉刘胜墓的羊形铜灯,通高18.6厘米,长23厘米,登城莫羊市,昂首,双脚选区,身躯魂园,短尾,羊的背部和身躯分柱。 在羊博处后置活牛,屯上安小蹄牛,可将羊背向上翻开,平放于羊头上作为灯盘。 灯盘略成椭圆形,坐子口,翼端有小流嘴。 羊的腹腔中空,用来处灯油,当灯至而不用时,可将灯盘内染于灯油,由小流嘴入腹腔内。 灯盘上面没有千形火柱,那么,这件油灯是怎么点燃的呢? 这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。 其实,中国自战国时期至唐代以前的灯具,都是灯盏中心立一枚钉或不立直钉,硬至灯心插在直钉上中置于盏盘中点燃。 如果是软制灯心,也不放在斩盐边,而在盘中心做个小台,灯心制放台上点燃,专压趁实为斩中立柱式。 汉代的灯心大都是用麻洁等硬纤维做成的,至于蜡烛的使用。 在广州东汉后期,墓中出土,了几个最早的竹台,标明最迟在那时,中国就已经制作出了细柱状的蜡烛。 总之,古人在科学不发达的前提下,能把照明做成这样好,其智慧令人叹为观止。 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